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体在拍摄过程中也是学习到了很多知道的跟不知道的一些故事 他跟毛主席是信心相通 然后互相欣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出演卢德明这样的一个革命先烈的角色之前 我做了一些了解卢德明生前的一些故事和他的功绩 然后对这个整个人物的性格也做了一番了解 评价演技就不敢当了 这就给观众来评价 反正我是努力演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 当你得到这样的一个责任跟角色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责任把这个角色演好 然后可能是自己个性方面有些猴急吧 老跟伟强导演请教说应该如何去饰演 那伟强导演忙的时候 也会跟一些自己的导师 去问这个角色应该怎样去演 如何去表现英雄卢德明的那种英雄气感 这样是我研究比较多的问题 包括在南昌起义之前跟毛主席的会面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我会尽量改正这个猴急的毛病 其实我都蛮硬横的 只是大家对我的感觉好像就有点软绵绵的吧 其实不是很软绵绵的 因为我在一般的情况下 是做Hip Hop R&B的这个音乐嘛 所以有些后背 但凡是参加国家的各种活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的背是一直告诉自己 应该挺起来的 这就是一些细微的变化 我觉得我一直挺硬汉的 我其实蛮在意大家对我实力的这些评判 因为想给大家看到最好的东西 我的人民王叫雷锋 我这次回来看到清晨宁宫改建了下了一大条 在清晨宁宫没有改建的时候 那里有一座很高很大的雷锋的雕像 那个时候外公外婆送我去参加一些这种活动 就是培训班的上课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讲一些雷锋 关于雷锋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雷锋同志 学习他的各方面 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时代的进步 整个所有的东西节奏都在变快 会导致说咱们提早面临一些 以前在这个年级不应该接触 或者不应该遇到的问题 但我也相信 也通过时代发展科技的发展 通过我们自己的学习 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当然有危机感 我危机感来自于我自己 我自己告诉自己 说我是一个每天会三次反省自己的人 我觉得就是总觉得自己哪做的不够 包括挑战也是喜欢挑战自己 想突破自己极限 因为有时候在做练习也好 做什么事情也好 可能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已经是我极限的时候 我可能再咬咬牙再坚持一下 可能又突破了这个极限 我可以到达更大的一个平台 可以看到更远的风景 我觉得是这样 脚踏实地魔发展 努力努力再努力 不敢当 真的我觉得我做的真的还不够 希望到2018年 我可以跟团团 一起来做一些很有意义的 让团团可以更加活跃 在每一个青少年朋友的心中的 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青少年的朋友来热爱团团 来热爱自己的国家 来热爱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然后为了整个民族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来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大家其实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张鑫为什么当了互相当共青团的代言人 是不是他一直在帮别人 其实如果你也想当共青团代言人 你要怎么做呢 你也要一直去帮别人 对吧 但是是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来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来让这个社会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美好 有一首歌唱得好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实际将编成美好的人间 其实每一首好听的歌 千古流传的歌 它都有一定的寓意在这 就是我们每一点点给予别人的帮助 都是为了让整个世界变成最美好的人间 而做出的努力 你去回头去看自己做的一些 给予别人的一些帮助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我的 这一点点东西能够改变别人这么多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伸出眼神 去帮助该帮助的人 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善事 我相信总有一天真善美 会永远留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首先谢谢你在义务工作付出了这么多 其实我想对你说 有句话叫问心无愧 什么事情你如果做到自己问心无愧的时候 你不用管周围对你有什么声音 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一直 既然你有这样的想法去帮助更多人 而且你帮助完了别人以后 你会得到这样的满足感的时候 我建议你一直这样努力跟坚持下去 还是那句话送给你 问心无愧就好了 其实我虽然在书上可能是在哪 说过我把自己性格打出来的重组 与其说是重组性格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是我评了一些冷讲 而不是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 因为性格这个东西非常难改变 有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 确实如果性格不大好的话 确实会命运也比较悲惨 你可以往这方面想想 往了以后看看能不能逼迫自己 赶快改正一下自己性格 把自己的冷冷脚脚 首先给磨平了 如果你实在很不喜欢自己的性格的话 那你也只能改性格 别无他法 你们的提问让我觉得 我以为自己是神 我还可以帮你们改变这些问题 反正我觉得就是 一定要改变自己不好的性格 没事的时候多反省一下自己 因为这些性格导致了一些问题 这可能会对你有些帮助 希望你可以去那 这个真的是需要自己有对自己的设立目标 要把这个目标赋予意义 要告诉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做以后我可以得到什么 而不仅仅是目标 而且是阶段性的目标 不断的有新目标在你面前 然后尽量不要去跟别人比 尽量是跟自己比 这样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让你继续往下做 哇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网友问的问题真的是很大 而且很好 其实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所以我经常会跟别人说 我的梦想 我要怎么弄 我要怎么弄 但如果现实它让你做不了这个的时候 咱们可以找出另外一句话 去解这个题 叫做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 永远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那我们去寻找那一扇打开的窗 看能不能解决您的问题 其实还是蛮伤感的这样的问题 加油 就首先问一问自己 你真的懂吗 你真的厉害吗 你这个水平能够为咱们中国争光吗 有这几个问题就够了 如果你能给出 每一个都是满意跟OK的答复的话 我相信你是个非常牛掰的人 但是不要盲目自信 其实怀疑自己也就是不自信 不自信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欠缺什么 在跟别人在较量的过程中间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缺什么 所以我会不自信 当你很自信的知道自己这一环 这一项专业精神你懂的时候 你不可能不自信说怀疑自信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能力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 尽力去把自己的专长 给他修炼到最好 当你有一项专长修炼到最好的时候 这个自信也一定会伴随你左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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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